哈喽大家好,我是将军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黑暗讽刺短片 火车快飞 非要不得说,故事开始 天色昏暗,大地苍凉 一头奶牛慢悠悠地走在铁路之上 画面一转,一列火车正在铁路上飞时 司机长娴熟地操作着驾驶室里的按钮 一看就是个技术能手,忙得不一乐乎 下一节车厢里坐着许多西装隔离的上层人士 夫人们喝着咖啡,玩着宠物,好不优雅 接着下一节车厢里呢 容纳的乘客都是穿着简朴 一看就是底层人民的普通老百姓们 他们手中抱着鸡鸭额 站在空气污浊的车厢里 有的在打架,有的在喝酒,有的在弹琴唱歌 尽显人生百态 最后一节车厢呢 载着的都是些拿钱不干活的列车员 社会中的任何企业都有靠着关系吃白饭的人 列车员也不例外 火车依然在急速的行驶 越过一座又一座的山头 直奔在火车道上悠然溜达的奶牛耳区 在看驾驶是那么多列车员 一共就俩人在工作 一个是能力出众干技术活的司机长 一个是能力平庸 老是任怨的搬煤工 豆豆 豆豆在搬煤时无意中捡到了妇人小姐的宠物 司机长立刻推开豆豆 羡慕地跟小姐说 这是她的功劳 爱情就这样来了 司机长和小姐奔向了小包间 豆豆还没有搞清楚发生了什么 火车头就撞上了牛屁股 砰的一声 一切都乱了 能力不足的豆豆根本就驾驶不了飞驰的列车 把驾驶室按钮搞得一团糟 控制系统损坏 火车开始忽快忽慢 左右摇摆 吃白饭的列车员所在的车厢 首先被甩脱轨 坠下悬崖 普通老百姓看到死刑警指着下坠的车厢狂笑 然而列车依然在飞驰 车里的乘客依然在狂欢 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不过慢慢的就不对劲了 先是正在过巧的半截列车将身后的铁轨毁掉 接着正在爬坡的列车 隐形突然损坏 动力严重不足 只能靠豆豆大量的添煤 才得以让列车继续前进 然而直到煤块全部添完 列车也没有爬上山坡 绝望的豆豆跟富人车厢的乘客摊牌 没想到富人们并不慌张 转身走向普通车厢 读过一顶富人的帽子 扔进了锅炉里 列车居然缓慢的动了一下 富人们欢呼雀跃 贪婪的走向了平民车厢 看着平民们捂紧了帽子 富人随手掏出了一张钞票 平民们立刻沸腾了 手不足道纷纷摘下帽子扔给富人 为了富人手中的钱 平民不惜脱下自己的衣服 甚至连内衣内裤也不放过 通通卖给富人换钱 老百姓看着源源不断而来的金钱 更加疯狂 开始互相撕扯同伴的衣服 连同金心饲养的宠物和孩童 一起秩序井然地递给了富人 人心不足舌吞向 最后贪婪的百姓 甚至开始拆卸所在车厢的木板 来换取钞票 慢慢的火车向山头开去 可拖个精光的老百姓们 反而成了火车登山的拖累 富人随手卸下了连接车厢的柳钉 拿回了刚才赠予的钞票 面无表情地看着穷人车厢 坠下山崖 得益于减轻重量 火车慢慢地爬上了山坡 富人们欢呼雀跃 尽管不择手段 但他们最终保全了自己 可他们忘了平衡才是生存之道 虽然不择手段地登上了山坡 可列车还是从陡峭的下坡 狂奔而下 残破的列车根本无法改变着强大的惯性 刚从温柔乡出来的司机长也无力回天 最终列车借着惯性 在下一个山坡飞上天空 重重地砸向了地面 折列火车里脆弱的平衡 终于瓦解